字幕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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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今天就来到我这个学生的这个工作地方 他要帮我们拍几张那个形象的照片 等下也会让他来分享一些就是 我们日常吉他手乐队不是经常都要去拍一些照片给甲方看一下自己长什么样子嘛 对不对 对然后你就可以去分享一些就是怎么样拍的角度好看啊 站位好看这样子 然后今天还有个重点就是我们的飞哥也来了 飞哥还是保持了大家对他的想法 就是广多的标准看一下 我把你选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形状那样的 是不是感觉自己摆着跟那种感觉不一样 想象就不一样 是吧那肯定吧 对 要批啊怎么做 也不是要批 形状不对 可能你想说就很酷 能够包猪公的脱装 但是这个帽子配这个脱装还可以 我喜欢你这样的感觉 虚虚的虚实的那种感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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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种叫过度自信对对对对对很好看对 是真的 什么杀掉这个是 他刚刚那个要弄出来 我们要做个表情包 主要是你看这里其实还好 这个我有 小镜仁我感觉还蛮正义的 大包有 我就慢慢懂 你看他那个眼神 好好玩是吗 我就爱爱情 因为我挺满意的 我一张都挺喜欢的 好了 那相信大家刚刚已经看到我们那个在选照片那个片段 我们飞哥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去拍照 跟有个人在告诉我要做什么动作的那个 真的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可以看到飞哥那个还是很有特色 跟很有个性 今天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又趁了陈典老师的流量 所以彻底请陈典老师就是吃个晚餐 不是趁流量的问题 其实今天你带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 当你们想干任何一个事情想正经干的时候 一定要有专业人士的指导 学及他就要找当地靠谱的老师 对 没错 然后一会问一下陈典老师的微信号帮他充个流量 所以千万不要自己瞎搞 瞎搞都没什么好结果是不是 对 但这个话说回来就是 挑老师还是要挑一些比较有良心一点的 希望不要搞一些乱七八糟的 像陈典老师这种哦 比如说东商绝职语就不要乱搞 哈哈哈哈 好了这个就复BB了 我们就开始吃饭了 也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大家 我是陈典 我是陈典 下一期再见 拜拜